今天我们是说 如果你的office里面有人中了covid 那员工该怎么办 那老板该怎么办 其实在FMCO这个时间 政府已经规定了 private sector只可以30% 来说你office里面有10个人 只有3个人可以stay到office 还有7个人都要work from home 轮流来office做工 我是建议最好是同一帮人 不要说这一帮是ABC一起做 下一次轮到ABC的时候 变成突然间变成AB跟D 这样 最好是每次都是轮班的话就是同一帮人 然后下一次轮到另外一帮的时候 又另外一帮又是同一个人 所以他们没有mix 你明白吗 如果真的是一个人出状况的话 有mix的话 那不是变成很多person under investigation 就有可能会被传染到 公司啦 Anybody 如果有症状 有flu啦 发烧啦 咳嗽啦 喉咙痛啦 身体酸痛啦 头痛啦 微觉 嗅觉少掉啊 或者是已经被通知到你是closed contact 不过你也不懂你自己有没有中 不要去office 打一个电话 跟老板讲 不要去office until你的covid status confirm了 有没有之后 你才回去office 咳嗶 谢谢大家